下面是Michael Derby 多谢你接受我的问题 我想问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你所有的财政政策 有没有做太多了 是不是现在我们通胀的一个地步 就是因为政府所做的行政 完全超过了经济的需求 我觉得现在做出这个决定太早了 不过我可以说这句话 如果要记住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的经济都关闭了 全球的经济都关闭了 我们自己的经济关闭了 大家好几周都没有出门 大家都就要戴口罩 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疫苗 而且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能拿到 才得到了疫苗 那到时候我们就看见 在短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会下降很多 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长久的伤害 我觉得国会通过这个 CARS法案 照顾法案有很快速很出色的一个反应 当然这么快速做这些行动 肯定有一些过错的一些错误的时候 不过我们当时想做的就是想避开我们金融系统 倒闭破坏的一个可能性 当时在恢复的时候 我们看见国会通过了CARS法案来帮助经济恢复 不过当时我们看见我们做的是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在全球来说 我们的经济恢复是最厉害的 这个比之前的经济恢复都更加出色 因为我们全力以赴来做出恢复的一些行动 那当然我们也同时会有一些问题 包括通胀变得非常长得非常厉害 而且我们看见劳动人员不够 这些是我们正在关注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没有做过多 我觉得我们要再等待一下吧 我们25年之后可能会来看现在这些行动 可能我们看一看这个两年三年五年的一个时间概念 我们到时候呢 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来评价一下 准确的评价一下 现在所做的行动与什么样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觉得我们做 看见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做出了一些回应 我们25年之后再看看 我们现在的一个结果吧 好 下面是Tina Young 多谢你Michelle Powell委员会人员 有些投资人员 他们说 有可能你们涨资金利率的话 可能债券 这方面的一些利率会往下走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我们看看这个利率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不过我们不会控制利率的走向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会打击 打击经济 打击这方面的一个走向 就像几年之前我们有相似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看看其他在金融上的一些发展 而且我们要总结一下 这些发展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不过现在 我们看见现在的 现在的利润增长 应该在二还有几左右 有一个十年的债券 可能长得是比较出色 这个是我们在观察的 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什么 特别有什么真理 不过这个只不过是我们 所有关注方面的其中之一 好 我想接着问一个问题 如果它真正往下走了 你会不会做出任何行动 还是你要看更多的一些走向呢 当然我们要看更多 美国国债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资产因素 有可能某些国家之前给我们借钱 有一定的利率 可能之后他们会限制他们的利率 不过我们要随着时间来看一看 好 下面是Brian 最后一个问题 Brian Chung Yahoo 金融 好 先看看你们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行动 来让我们的利率变得更加正常 你们会不会逐渐的涨利率呢 还是你说过 你们要让经济变得更加稳定一点 你们在涨利率的时候 会不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呢 多谢你 好 我来这样形容一下我们所做的行动吧 今年这一年 我们应该会逐渐的开始离开这些 我们之前很早所立下的财政政策 叫宽容的财政政策 那这个会包括很多东西 这个包括我们要停止资产购买 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的基金利率 做出更多的基金利率增长 我们在三月份需要做出这方面的决定 决下来我们的结果 决定的结果 我们应该可以会随机应变 来更加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发展 最后我们要做的 就是我们会做出更多的会议来讨论一下 让我们的资产负责表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而且我们希望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不会让任何人感觉惊讶 我们会在恰当的时间这样做 我觉得我不可能 完全正确地给大家说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不过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我们需要随机应变 保持活动的一个空间 我说过好多次了 现在的经济不一样 现在经济更强 劳动市场变得更强 通胀也是非常的高 今年我们的走向比去年是更加 更加多的 而且我们会考虑这些 来看看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财政政策 然后你也问了一下 我们在财政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 就是说一下 看见之前基金利率上升的时候 或者是基金利率下降 你们会不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 财政的一个泡沫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这个一点 那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所做的讨论 也看见了 财政这个稳定呢 是有些好处的 那我们看见现在的物价上升了 而且这个有一些威胁的 不过我并不觉得 物价上涨 这个不会严重威胁 我们财政的一些平衡 因为呢 很多家庭他们赚的是更多的 很多的企业 他们也是比较牢靠的 比较坚固 比较强壮的 银行也是一样子 他们有很多的资金 他们也是非常强壮的 那说一下非银行这些财政的方面 FCC 他们做了一些比较好的提案 我们也看见财政在 我们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也做了一些行动 不过总体 我们正在看一下 我们哪些威胁是可以控制的 我们哪方面有一些弱点 好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